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17日 今天看到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黎智英被判14个月 那么紧接着香港特首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15号就是发表了一个观点 预告会加强监管媒体 而且不点名的批评了《苹果日报》污蔑警队 那么亲中共的媒体大公报 更是接着发出更强烈的声音 也就是说要依法取缔《苹果日报》 那么这篇文章就讲到什么 讲到抛出这个观点的原因是什么 他主要讲的政治方面 是因为什么这个作者 还有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可能不是太了解这个文汇报大公报 这些报纸《苹果日报》 也不太了解这个更多的了解 这个香港这个舆论的环境的深层次原因 所以我就有必要做做补充 谈谈这个我的知道的一些情况 也就这篇文章 你看 这个不要小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肯定是不仅仅是大公报个人的观点 自己的观点 也是代表了中共这个角色层他们的想法 他这个想法是按照步骤来实施的 第一步先出台这个国安法 成立国安署 派人进香港 接掌权力 那么然后就开始抓 领军人物 你像李志明 李祝明 这个李志英 黄自峰 这些人 现在这些人都抓了 对不对 已经判了 那么接下来他做什么 颠覆选举制度 再接下来就是要全面的 把这个媒体不同的声音全部扼杀 那自然而然这个 黎志英创办这个苹果日报就首当其从了 这一点毫无怀疑啊 但是他打压他 取缔他 不仅仅在政治的考虑 这个文章今天没有讲这个 还有一个是经济的考虑 这我非常了解啊 因为我在呢 文汇报工作的时候啊 这些同事们有一些决策层的啊 就是这个 你像这个总经理啊 尤其是主管广告那些啊 部门经理 他们曾经就是很生气啊 就给这个苹果日报称为这个烂苹果 一开会的时候就公开讲啊 我当时都觉得好奇 因为我对香港的情况当时不是太了解 原本我以为像文汇报的 就和其他报纸一样都是很 很正规的一个报纸啊 这个比较中立 后来才知道 他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对外宣传阵地啊 那么为什么建立内地办事处 就是为了拉广告 筹款 筹经费啊 就飞随不留外人天啊 以前那些企业随着这个招商引资的需要 在香港做广告 有的人就把广告给了星岛日报 或者给了这个苹果日报 为什么给苹果呢 因为苹果发行量大嘛 从经营的角度来讲 随大我给随 是吧 因为你花广告费这一百十万八万 就等于你在别的报纸是两个版面 三个版面的 这个宣传力度 对不对 从经营的角度来讲 但是呢 中共是为了什么 为了加强自己的宣传啊 养活这些人 大公报文会报 香港商报 这都是共产党办的 为什么共产党一下办了三个呢 当年在这个殷殖民地通理下啊 这个信心不足 注册的时候 他想不一定都能生存 试试看吧 因为都是以人个人的名义来创办 注册一个有限公司 他不像内地是官办的啊 那么文会报就是以这个李子松的名义办的嘛 这个大公我不是太清楚啊 类似这个情况吧 没想到结果都生存下来了啊 越做越大 随着共产党的政策 逐步的这个往左的方向转向啊 尤其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 那彻底都收回来了啊 搞得这个天动人员呢 那么 由于这个他发现那样 由于他的报纸本身就说假话 编故事 吹牛皮 看的人少 所以就造成什么呢 两张匹了 怎么两张匹 呃 在香港竞争不过 苹果日报 和东方日报 因为那个报纸 现在东方日报有变化 那时候还 我这也比较中立啊 那么这个苹果日报是最敢于批评的 起到了这个舆论监督的作用 所以说他就广告特别多啊 甚至有些内地企业啊 就是宁可广告不给文汇报 大公报 商报 他也给苹果 那他是为了经营嘛 特别是有一些房地产公司 他卖房子是卖给港商的 面向海外的啊 不得不做一些广告 所以那时候经常听这个领导发牢说 人家苹果日报 广告拉走了 我们没拉到 还受批评等等啊 所以他这个大公报第一个站出来 这个批评这个苹果日报 诋毁他啊 恨不得马上把他捏死 除了政治考虑 还有经济考虑 他想什么呢 广告方面 独假经营 因为这个文汇 大公商报 他们三家在内地啊 做广告都离他糊涂 就每天开会都是讲这些东西 说你看广告让人大公报高走了 广告让商报高走了 做广告的人很头疼 内地那些 业务员等等啊 压力都是很大的 那么现在随着现在形势变化 那肯定了 共产党的规划就是什么呢 一方面彻底的泯灭 所有的反共的声音 批评声音都不行 另一方面就是说 把这广大的广告市场吃掉 因为什么如果都取缔了 大公报商报 那广告犯一倍 是不是啊 就等于苹果的广告都要倒塌了去 他又变成 内地的人民日报了 你不等你的广告 二我说了算质量我也说了算 明明发行量很小啊 我记得我在那时候 文汇报发行就是 这个是相当于苹果的 一半都不到 当时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时候苹果是六十多万 五六十万 那么那肯定大公文会商报生气 但是你又不能写出老百姓喜欢看的内容 对吧 因为它是共产党办的 你只能歌声武三党 因为文汇报 大公报 它是归这个新华社香港分社 宣传部管的 它有宣传部呢 宣传部上面是国家宣传部了 说中宣部啊 外宣办呢 那更高层次 那就外宣领导小组了 那时候好像是应该是 李源潮具体管好像 那就说在他那个年代 胡闻那个年代还好一点 那时候党内他分各个派系嘛 有一派系认为 应当保留批评的声音 说批评声音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可以宣泄老百姓的缘分 对社会是缓冲 平衡是需要 另一个呢 党内的不同政界 党内的一些要放风放调 有个平台 内斗也需要 这个等等吧 原因啊 所以一直保留香港这种状况 那么现在就是说 马上就会变成一种声音 这是肯定了 所以我认为啊 这个他抓黎智英啊 这个就是要严厉的惩罚他 让他治的痛处 就是说给你压一段以后 让你老实 然后这个报纸 他会把你给你 没收啊 还是怎么样 还查封啊 反正他有办法 从经济上 一点点给你蚕食掉 现在有一些 政治观点 比较 就是鲜明的批评共产党的杂志 都没有了 你看过去有开放 开放老板 这个金钟 回纽约 是吧 这个安度晚年了 那个 前哨 这个 停砍了啊 这个 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反正也不出版了 那么 现在没有了 杂志啊 已经 真正反共的杂志 也不存在了 那么随着而来呢 就是像这个苹果 估计下一段 肯定他要取缔 怎么取缔 他正在想着办法 因为共产党 除了专制霸道 还在虚伪 还在伪善 是吧 他叫人看 好像还是依法办事等等 他正在琢磨着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靠这个大公报 文汇报 官媒 生存的 这个 很好的人士 就想借这个机会 把这个对手 干掉啊 包括在广告思产方面 让你 让出这个 广大的这个领域啊 因为你让出领域 他们就经营就更好了 是吧 你想在内地 三个省市 都能搞出广告来 广告还有提成 还有奖励 对个人 对他们这个报纸 都是一个好处啊 但是最大的坏处啊 我本人认为 不行 大家可以等等看 只要香港 变成了一个声音 就所有的媒体都像 大陆呢 割成共产党的话 那共产党正确 很可能就 一夜间崩塌了 因为他之所以能存在这么久啊 我以前讲过 靠这个 监狱和警察之外 还得靠欺骗和谎言 恰恰这个 自由港也好啊 还是 洗洗中心也好 香港啊 毕竟还有些不同的声音 多少是共产党啊 这个生存了 这个一段时间 这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所以其实 也是一些好事情 包括这次包装 虚构 渲染出来的 这种美地岛世界 香港的美地岛世界啊 李竹铭 黎智英等啊 都判刑了 你看这是坏事 实际上这个说明什么 专制集权统治啊 走到了默契了 正在重复台湾走过的路线啊 习近平起到加速作用 呃 这不是我虚夸 大家很快就会看到 这个 只要外面有变局 就要有 比如说一开打 共产党在香港一夜 就垮掉了 因为什么民心已经丧失了 你看你以前 大陆有了洪水地震 那就靠香港人的 爱心啊 你现在你在出事 你看看吧 是不是啊 呃 人们都摒弃共产党的统治了 呃 加上内蒙的 西藏的 新疆的 呃 这些对接起来的 夜间就 就彻底消失的 无影无踪 他的垮台 比任何人想象都要 呃 来的这个熏猛啊 来的这个 急促啊 呃 大家不信就可以看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